上海中心大廈 今天由我和我們的同事 一起來完成這個講解 我們主要是講上海中心大廈獨特的結構設計 以及我們在結構當中的那些優化 眾所周知大概 上海中心大廈是坐落於 在陸家嘴地塊跟經貿和環球是相比零的 它有128層 然後是高度是約百 塔尖高是632 是外表呢是旋轉向上 然後一直往上收的一個地標型的建築 我們都知道 在陸家嘴地塊和環球上的表現 我們都知道 在陸家嘴裡 在陸家嘴地塊和環球中心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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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標準平面是圓形 支線設備層 就是每14到15層 我們設置了支線設備層 以及避難層 這個面積是位於三角形 滿坡的 大家從圖上就可以看出 像滿坡的設備層 半坡的面積從下往上 直徑是隨著樓往上 直徑是逐漸縮小 底部最大的直徑是82.2mm 然後頂部在第八區的直徑是46.5mm 我們可以看到每14到15層 我們有設置的工具和環球 我們可以看到 廣角的廣角的廣角 變得更小 而變得更小 就是在每個區域三角的地方 都有三個空中的大塔 而在每個圖上的圖上 你會看到三個空中的圖上 在每個圖上的圖上 你會看到三個空中的 Skylobbins 而在每個圖上的圖上 你會看到三個圖上的圖上 是一個圖上的圖上的圖上 是一個圖上的圖上的圖上 因為上海的軟土地基 可以對上海中心來講 由於極大的重力 然後加上風和載機 整個基礎的話 能承受巨大的重力 包括彎群 對於這樣的軟土地基 我們採用了莊基 是一米之近 有效長度差不多是52米到56米 莊端路就二一層 並在莊端 採用了莊端柱江的方法 以提高單張承展力 減少成降 裝的布局 我們同時採用交錯的模式 以便更多的布置 更多的證明 而塔羅的總裝數呢 我們也是947根 法板的厚度 厚度6米 整個在法板施工的時候 也創下了 連續60小時 即使交錯6萬1千方立方緩淫土的紀錄 在這裏簡單介紹一下 裝的承展力 最終我們採用的是1千多 然後裝端呢 我們採用了鑄竿呢 是雙後門 一個是壓力 我們採用13.5兆 另外的鑄竿量呢 是差不多4分 所以我們採用了 我們採用了 設計了6米的厚的發板 但是還是不足以 就是保證我們塔羅能夠均勻地成降 為了使得塔羅 然後核載能夠分布平價均勻 然後減少不均勻的成降 和總體成降 我們在地下五層 固執了8片連接巨柱11 核心桶的那個鋼板的異牆 將核心桶與巨柱連接起來 這使得不均勻的成降 減少了約20%到30% 然後五年之後的 我們最大的成降量的估算值 在100行李到120行李 好 接下來我們講 就是超高層的項目的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如何選擇最有效的結構側向體系 我們經過於建築師 機電工程師一起協調 包括業主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分析 然後最終選擇了盡性的核心桶 外生幣加巨型框架接口提示 然後這次我們要有實際的工作 然後我們要用舖子 我們要用舖子 去拔工程師 跟舖子 然後我們要用舖子 然後找舖子 還有Megafray 然後我們可以用舖子 荷形桶的尺寸是30尺乘30尺 然後我們設置了六道外生幣 是在機械設備層和避難層的區域 我們有用了38x30架 我們也有用了6x5架 位置在工具和藝術樓 具行框架呢 我們是有8根巨柱 傾斜的巨柱 然後在底部1到4區的地方 5區以下 我們採用了4根角柱 另外我們在機械設備層和避難層的 我們佈置了雙層的環境框架 先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核形框的那個 網上的那個布置 整個核形框在底部呢 我們是相當於9公斤 30x30 1區到4區 然後5區到6區呢 我們切腳 把腳步給強體的削弱 然後再往上走 在7區到9區的時候呢 我們的核形框就變成十字形 外牆的尺寸呢 從底部呢 是1米2 一直到往上是收到0.5米 然後是內牆呢 我們的厚度呢 我們的厚度呢 是在底部呢 是0.5米 從0.9米一直往上到0.5米 然後呢 核形框呢 我們在底部呢 然後呢 加強區的位置 我們佈置了高板 增加它的遠性 我們會減少它的那個 牆體的厚度 然後呢 我們也會用到 增加的鋸框 和鋸框 來強化鋸框 然後再減少鋸框 我們是在5區以上 我們就停掉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整個項目的設計 這居住的航空域的設計 最早的時候 就是專家定的設計準則 是比較嚴格的 然後也是比較保守的 就是差不多要用到10% 然後最終 我們做了很多方案的比較 然後跟專家溝通以後 然後設計準則放鬆到4% 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為業主 節省了非常可觀的 結果的造假 另外對於這個環貸行家呢 我們稍微提一下 大家能夠增加它的抗有性 另外來 它也是 Ooo 想幹開心 系統上的環貸行家呢 来支撑上面的那个重力柱 每个区域的重力柱 这个整个一个巨型框架的体系呢 就是在中国的规范当中 也是说我们设置的第二条方式 然后整个外申臂的行架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敏感性的分析 包括那个优化的设置 最终呢我们选取的是在第二区 第四区第五区第六区第七区第八区设置了那个外申臂 因为并不是说 所有每道就是 在机械设备层都布置外申臂以后 是结构最有效的 因为外申臂是非常昂贵的 然后另外事工周期也是非常成 因为它其实是很贵的 而且也很贵的 我们使用的外申臂 公共敏感性的分析呢 我们也清楚的看到就是 底部的外申臂我们对 就是减少 就是 塔楼的制定周期呢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顶部的外申臂呢 能够有效的控制 它的层间位移 这个是我们看它这个位移 满足这个部分的要求 so you can see that the drift or the displace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code 这是我们的周期 第一这支的周期是9.05秒 so you can see this is the period and for T1 yes that is 0.05 second 最终也证明了就是 我们这个外申臂加核心 加蓝带恶架 能够有这个结构体系 能够有效的满足中国规范的要求 so you can see that our finger and also plus the core and also plus the belt trust and actually we can meet the chinese code 另外呢也是造价最优化 and this is also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energy 下来有我们的stev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steve to continue 就是说我这里稍微列一下下 就是说我们上中心当时 设计过程中的一些过程 就是说这个是当时那个 外申致的整句话 因为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是六道外申致 就是基本上每个区都是外申致 但是后来就是说 在设计过程中 就发现就是外申致 不是说每一层设计是非常有效的 这是我们做的几个法 就是说像这个这是最初的法 那么这个后来我们有 就是把第二区第四区拿掉 第一区第三区拿掉 还有这个第一区第二区 第四区拿掉 就是这个法 最后就是说我们最后的结局 结论是大概是第一区第四区拿掉 是比较有效的 上部这个外申致理论上来讲 如果这个楼不是这么缩小的话 有可能会拿得掉 但是这个项目来讲是拿得 因为上部说的核心笼比较小 它杆路摔减的比较快 那么最后上部的外申致还是保留了 是的 其实在整个整个的整排 我们做了很多个营充 所需要的几个支 concent役 我们们以续建造了 Song from the left, that is the original one in all the zones. And we have the mentoring gIrices. We take out number two and number four and then we take out number one and number three. And in the end, we think that if we can take out the kaliric zre, Zone 1 and Zone 4, that is the most effective one, because the upper zones, actually, because the core is smaller, so we have maintained the alt ringers in the upper zones. 這個方案的話,把第三區拿掉以後,我們差不多能夠節省三千五百噸的用感。 其實上這個結構的位移各方面表現反而比人方要更好。 其實當我們採取的 alt ringers,Zone 1和Zone 3,我們可以減少水分量3千五百噸, 而它的滾和操作更好。 這是當時我們在超限之前做了一些優化的。 這是當時的原發,大概是10萬噸鋼。 但是我們做了幾個選項。 通過這個優化,對居住的優化, 大家可以看到居住原來是3萬8千噸鋼。 後來每個項目的不同的優化過程, 那麼可以做到大概是2萬5千噸鋼。 還有這個外生地原來從5600噸到5100噸。 當然這是兩個加起來的數值。 就是說從一些不同的優化方案, 我們最後是說在超限之前, 能夠使這個項目的用感量節省差不多是1萬5千噸左右。 所以我們還有我們做了的評價和顧辨測統 having 先和在Hepet中的測試 открыв轉移。 但是我們最初就沒なたivent不同的公平方的就是 市場入etas, 因為就是這וח点的電気。 也是100,000噸鋼。 所以物質 kill中。 比普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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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cou perлегкой。 所以在最終,你能看到約50,000吋的鋪量減少了 這個優化方法並不是說我們做了以後不要經過專家的認可 我們在這個做的過程中是跟專家進行了匯報的、協調的 這是在有些東西是通過規範的 有些東西也是在規範的限制之類 其實在整個設計程中,我們有很多研究和專家的研究 我們專門開了一個優化方法會議 在2008年8月1日開了一個優化方法會議 這個是得到專家認可的我們的結果 而且是為業主結成了15,000吋左右的鋪 所以你能看到,其實我們與所有的專家的研究 關於整個測試的研究 它發生了1月1日2008年 它也被專家證成了 所以你能看到,在最後 我們要減少數量減少至50,000吋 這個塔羅的重力系統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組合樓板 我們大概就是用155 總共厚度是155的組合樓板 那麼是75公分的壓性鋪板上面 和80公分的混凝圖在上面 這個在設計過程中呢 這個塔關是後來有一個重新設計的過程 那麼這上面呢 它是加了一個1100噸的TMD 另外一個就是說 加了那個Window Turbulence 就是加了一個風的發電機 還有一些Pooling Tower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擦窗機 這個設計 原來原來是從下面掉下來的 現在這個重新設計的話 是直接是做到這個平台上的 其實是在這個平台上的 其實在這個塔羅的桌上 它也有一個設計 例如說 我們可以用了更多的調整 塑膜和霜霜 我們也看到了氣氛圈 也看到了氣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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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計 重新設計的主要一個原因呢 也是結果更加簡單明確 這個設計直接是 因為上海跟其他的 從下面馬上掉的 因為這個建築的要求 這個就是說 原來是懸掛的感情 就是直立的 反正這樣子對施工 在這麼頂部 這麼六百米高樓 施工發展更方便 更可靠 而且用概念也比原來要節省不少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設計 因為它會變得更容易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 壓力的壓力 原來我們有設計 設計 但現在我們要用 直立的建築 建築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建築 建築 超過六百米 很難 然後再建築 建築 建築 變得更容易 適合 在設計後,我們必須使用很多螢幕的螢幕 這是改造後的樹下寒架 再改造後,我們可以改造螢幕的螢幕 但是這個風的工程也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最初設計的時候,風力是比較高的 後來我們在設計過程中跟風工程師一起配合 還有建築師進行了優化 包括它的轉角,還有開槽 這是一些原來的數據 這個是這個鑽,就是這個鐵型鑽多少度的頂角 如果這個體型原來是正方形的話,它的風力應該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三角形的話,是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像我們這個圓的,最圓的是在這個位置 圓的那個風力是最小的 我們是一個三角形,切了角的圓弧的三角形 所以說我們的風力是在這個之間 那麼這樣子經過優化的話,我們跟原來的設計 我們大概能夠節省大概25%的風力 就減少25%的風力 還有,我們並vel知道其實是一種風力的風力 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這部位 Fen Halion 以前在這四 tape埋玉套 finished後, Ihnen有一個顯像 你還可以看到,就是在這部 both藝術的風力 ChocolateChair 可以看到上面 弯ぐ Wallace 是在這 CN橘的風光 跟他擔妖み 所以這是鑽 我們來決定 can看 可以注意力 彈 checking B for the twist, and after the optimization, we have to use this twisted angle that can help us to reduce the wind load by 20%. So you can see we have also made the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For example, we have seen a lot of indicating it's just not. Okay. So you can see that we have also made a timeline for the slab, and you can see this is an APEX, 这是另外一个模型,从3D出来的模型,它的结果就是说,它的位置大概是在130分级,就是原来小于100分级,110分级是这个时间。 这个是当时收纳的情况下的阴电的情况,就是说每个区域的肚子的阴电的情况。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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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阴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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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电。 只有在顶部的时候,在阴电的阴电,那些阴电是受纳阴的阴电的阴电,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红阴这个地方,它也是出现最大的阴电的阴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阴电的阴电的阴电。 这是前景的阴电,我们拿出阴电的阴电,在那个阴电的阴电,在这个阴电的阴电。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外生地的阴电。 是在安排中转角的椅子 这是年轻转角的椅子 大部分年轻它们在满足这个要求 Live Safety的要求 所以最多的LinkedBeans 在LS Life Safety的高度 这是那个梁梁的 Promotion Level 你可以看得到 大概是只有 像这个地方是CD 小于CD只有百分之有的 其他都是在Life Safety以内 所以你能看到 LinkedBean Performance 在这里 你能看到 那是9% 其实最多的 他们都在Live Safety的高度 这是它的转角情况 最大的比方 大概是97 那么平均大概是131 这是另外一个转角的结果 那么我们阿伯克斯的结果 就是它是基于 这个省三级的理论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抗压的状态下 它基本上是没有 受压破坏的 所以这个地方硬度比较高一点 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强势说中的位置 所以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那你能看到 那一段调整个模式 你能看到 没有硬度的破坏 但在某些地方 你可以看到 有些阻力的 在背后 但是这里 你能看到 那一般的核心 都没有破坏 这些是受压的情况 受压的情况下 它是有一些受压破坏 只在顶部的时候 特别像顶部这个区域 所以这是一个外申力的水位 在墙上比较厉害 所以你能看到这些是 宇宙的压力 在很多情况下 你会看到宇宙的压力 在上面或在外申力 这个是那些外申力 外申力基本上是 最大的英语 大概是292NPA 小于干它的四周 所以你能看到 外申力的压力 这是环丹寒价 大概是259 这是干板减硬墙里面的 干板的英语情况 干板的英语情况 大概在这个角度是最高的 大概是只有200年次的NPA 所以这个研究性的话 总结基本 这个项目基本 是满足了 生命安全的性能目标 所以你能看到 那根据上我们的 表现的设计 这边的压力 能够较生命安全的性能 这是现场的一些照片 这是阀板的 但是阀板的磁纹 就是阀板的干物 所以你能看到 一些照片 这是满足的阀板 但是交出阀板的时候 这个阀板 大概用了60个小时 60个小时 这是阀板的交出网 才行以后的情况 所以选择后 这个地下室的 这个翼墙 刚才我们注重的 这个翼墙 这是具柱 它的施工情况 这是核心筒的 干板减硬墙的施工情况 所以你能看到 这个地下室的建筑 是在最终的 超红架 以及中红架 这是在 这个施工的过程 2001年1月 2011年7月 所以你能看到 2011年11月 从1月到1月 这是2012年6月 和2012年7月 您可以看到2012年12月的设计 总的来讲,这个项目是一个标志性的设计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栋六万米高的楼 那么有很多设计、施工各方面的技术要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TG公司跟各施工单位 包括大地的设计院、通知大学一起 大家都对这个项目外非常成功 谢谢大家 我们相信这就是600米高的设计设计 我们也有很多问题给我们TG公司 我们也有很多联络的联络者 包括通知学校等 rocket determinesischer 我们会参照 可议 你 Ottawa Ottawa